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比如说我们看右边8K电视屏上显示的树目的轮廓 还有一些山峰还有一些雾等等 这些细节和左边的4K电视所展示的是非常大的区别 尤其是在这个珠宝 这个珠宝在8K电视上是亮度上晶莹度上 就是显得更加璀璨一些 但是在4K上面相比来说就没有那么多的 就是在亮度上和晶莓度上没有那么好 然后同时呢 由于人工智能技术的加入 现在的8K电视也不再受制于说信号源的来源 比如说无论你是用USB或者说HDMI 或者说视频流等等 那在8K电视上都可以得到更好的解析和展示 也希望越来越多的家庭吧 能够来有8K真8K的显示 不过现在来讲可能更多的还是内容源的缺失 比如说8K视频内容的缺失 不知道大家对于这款真8K视频是怎么看的呢 欢迎大家关注 是吧剪定主的EVA留言告诉我 那接下来的EVA展会上我也会继续逛展 带给大家更多的视频体验